欢迎来到数码中华微路抗热,UNPC Viva 我们今次的开箱拍哪一个呢?就是说 这部机就是Vili S5 Vili S5之前我拍过开箱 这个开箱有什么特别呢?就是这个Vili S5 就是说是这个HSDP版本,即是3G版本来的 之前就叫做Premium Air 现在改了名叫做Premium 3G 这个盒和上次的HSDP和之前那部S5盒一样 所以你看到就完全是一样的了 不如直接打开它看看这部3G版本有什么特别 打开盒时,还有一页的 没错,你看到这部机器了 先抽出来 这部机器呢,我们就不看着 看看下面的accessory先 那一路见到就有耳机 还有耳机上了 跟着呢,就有一些Stylus的 还有一个手绳的 可以拔出来看看 手绳连Stylus的 Vili OK,放在这里先 还有一个叉着的 一个火候 三脚的火候,香港版本 好,那这些 还有一个说明书在下面 那这些我们也不看它 放开先 好了,我们直接就看一看 3G版本的机器 好了,好 先看一看后面 那这里呢,是一张Mac King的授权书 好,这样就看见了 好,这样就看见了 没错,这里是有个3G的SIM卡卡 那待会呢,我们也会尝试一下插一张3G卡 看下怎么用到 那我先插铝先 好了,这样放铝 好了,后面是跟上次那部的版本一样 是一块铐片 一块铐片 好了,后面是这样 好,看一下电池先 那电池跟上次一样 标准电池 那应该是6200mAh 那这个电池呢 如果是用来这样上网用呢 说的是有4至5个小时上网的时间 那就 没有大小了 3.7V 6200mAh 好,我现在将它放进去 这个方向 OK,完成一部机 好了,先拆开这些 好了,那就拆下这一张 这张胶 先 左上角看到其实就是Intel Atom的Label 这些Label是新的 我之前也没见过这个Label 那就是这个Navigation Key 就是这个Mouse键 这个是Menu键 就是按下去 按下去好像 召唤那个Menu出来的 那就是Receiver 那这个香港版本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电视机 所以其实呢 没有那个DMb 所以就没用了 那这个就是OK OK 那这个就是 右上角 右上角 那这个就是Core Virtual Keyboard 出来的 那上面你见到有个Volume 那是OK的 左右Volume 那就是Earphone 那就是这条天线呢 就仍然还有的 拆出来 那 不过现在这个版本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DMb 在里面的 放回去先 好啦 个型 完全跟之前的S5 Premium H版本 就是Hard Disk版本一样的 那这个呢 的Configuration 就是说就是 Z520 那就是说1.33MHz 那就是1GB RAM 那就是32GB SSD 和之前的Hard Disk 这个是SSD 32GB SSD 那仍然还有GPS 和内置了HSDP 那所以呢 用起来呢 上网应该很方便的 那我现在呢 就拿另外一部 现时呢 都是有内置3G版本的 的MID 一起比较 那这部呢就是这个Argo 的P8861H 那就是HSDP的意思 那它呢就是有Keyboard的 有Keyboard的 那就和它比较一下啦 厚到呢 那就是VD S5的3G版本 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电池是大很多的 那所以呢 用起来呢 电量是充足很多的 那就 大小差不多 大小差不多 那大家都黑色啦 那主要来说 大家都是4.8寸的螢幕 那但是呢 Argo这部P8861H 就只有800x400的RES 但是VD的 就是1024x600的RES 所以解像度是高很多的 电池又大很多啦 那用起来 就可以用长一点时间啦 好了 那就稍后我们会做 尝试一下开机 尝试一下上网 看一下它3G版本 是不是可以上网 而速度上 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好 暂时到这里先 多谢收看 那看一下下一节 我们有什么尝试一下啦